台式新聞雙料獲獎 第三屆影響力新聞獎頒獎典禮 台式新聞獲得了電視及網路影音類突發新聞獎 還有系列專題報導獎兩項優選 而其中作品雙老危機何處是我家 關注了長輩的租屋困境 還有求居在老舊公寓當中的問題 喚醒了大眾對銀法族居住正義的重視 而另外我的網紅野奶專題 則是報導了高齡者 奪一走出舒適圈成為網紅的勵志故事 幼職報導也獲得了評審高度肯定 第三屆影響力新聞獎頒獎典禮 7月19號盛大登場 台式新聞雙料獲獎 新聞節目熱信追踪系列報導 雙老危機何處是我家 獲得電視及網路影音類系列報導優選 報導關注了長輩的租屋困境 以及求居在老舊公寓的問題 並且針對現行政策進行剖析 喚醒社會大眾對銀法居住問題的重視 台式的新聞部期探討了一個 有關於老人居住空間的問題 我常常講一句話 其實二樓以上沒有電梯的老舊公寓就是偏鄉 台式這個專題做得非常好 我非常的感動 另外尋找台灣感動力節目製作的專題 我的網紅野奶 則是獲得了電視及網路影音類 突發新聞優選 報導探討了新媒體世代 長輩勇敢跨越舒適圈 成為網紅的勵志故事 深受評審喜愛再獲肯定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社會當中 教會我們很多事情 可能要我們好好的讀書 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賺錢 但是從來沒有人教會我們 怎麼好好的變老 所以我謝謝這群網紅野奶 在用他們的人生經驗 教會我們如何好好變老 無論是長者居住正義問題 還是野奶的退休後自我實踐 透過新聞報導 讓更多引法議題受到重視 臺市新聞也將持續關注更多元議題 製作更多優質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 可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